最近,关于周琪是否回国参加CBA联赛的消息沸沸扬扬,但是对于外界的猜测,姚明在12日的一席话,在选面改观定论,在CBA全明星周末采访环节,中国蓝街主席姚明表示,周琪无法在本赛季为任何CBA球的效力。 预注册的这个办法,是一年多以前就制定了,也是为了海外球员在赛季中发生一些情况回到国内。 这也是一个过渡性的政策,将来我们会想更加规范和灵活的方向推进。 这一方面,周琪确实没有预注册。 按照我们目前的规定来说,那他今年这个赛季回来,是没有办法参加的。 但我们也很纠结,国家对球员是一定有比赛状态,才能在2019年世界杯有更好的表现,但是这就是一个现实的冲突。 在这一点上来说,CBA领赛有这样的规定,我们就需要去遵守。 的确很矛盾,但谁不是在矛盾之中呢? 遥宁说,另外一点呢,由于丁业宇航已经有了预注册,换句话说,如果他在季中回来的话,他是可以打球的。 周琪在本月三日返回国内,随后就现身遥宁来了在北京下榻的酒店。 遥宁对主帅郭世昌表示,如果他打CBA,我们尽全力与他签约,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心愿,衷心希望他回家。 周琪九岁就来到辽宁打球,一直在辽宁成长,每天跟现在队里这些弟兄一起训练,一起比赛。 他们